寺院門最新進度 黃子嬌說右上是過不去的卡兒 孟耿如透露 折現鎖 黃子嬌和右上兩任寺院門 上週突然浮出檯面 外傳可能是嬌惡導火線的嬌嬌女友 孟耿如照跑新戲宣傳 如果是檯面上看得到的話 那就不叫做死血了 可是都不是影片上看到的那樣 嗨 嘿啦 就是這個花絮啦 大家是說因為那個影片就是很親密 然後嬌哥硬是吃素 這玩具裡面 它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然後它之後還寫著說 如果真的是因為這個的話 那國映你今天回家小事 我就完蛋了 然後這風暴二里面 其實他沒有生氣 他只是表達了他自己的立場 他有跟我聊過 但是我真的不方便了 嗯 我真的不方便講 真的很抱歉 家常說是反應這種感覺啦 可是我跟國映因為常遇到 就是我們自己上次會有 哇嘞 這同樣是演員 一個絲嬌 一個沒連絡 怎麼聽都怪怪的 關鍵原因是有什麼 關鍵原因應該不在我身上 對 因為我不方便多說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是把發話全留給他們 其實跟我們都有關係啦 但這句話都說了 他也在逼我啊 他看到以前是我他也會逼啊 那我也一樣啦 我也都看到活動是他 我就會請辭啊 我自己是覺得說哎呀這個上台好像 就是會心裡會有一點 有個 卡啦 有個卡過不去 這次是因為微風給節目表太晚 前一天的下午就跟他說吃花 結果他們就把他留下來 就是不知道誰把他留出去 只是 只是過去我都私底下面對 我就說我自己消化 然後我總是消化完畢 只是不小心又被拿出來了 我這一關比較 還沒有辦法過 但他自己也心裡有數 他就是一個私事 但講得太 沒有意義 我覺得網友猜測很合理啊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提醒 猜到你也不會變聰明 也不會長到 你又不會更健康 穿這些幹嘛